1460天的信入历程 祇完心来为公佛祢知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全文才全议员 来自我们新义乡 请议员跟大家问好 我们谢明大家好 还有是我最关心的 我最尊敬的 演出名的朋友们 今天能够参与这个节目 相当的荣幸 也非常高兴 是 好 想了解一下我们议员 是怎么踏入政坛的 好像议员以前是代表 对不对 是 是怎么样从代表 然后怎么会想要再代表 当一当之后 想要来参选现议员 那不晓得这整个从政的历程 是不是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从政的历程 那当然是因为 我自小都是在西里乡长大 我一直到算是念到大写到台北念书之后才离开南头县 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积住在南头县的新乡 在这里从小看到了很多我们相信的需求 还有我们我想要做的 我想要实行的一些建设还是什么 所以我在四年前 还是更早的八年前 我就先投入了厢民代表的选举 这个应演计会 因为我们走水线就是地利人和谭南 双农这个部分 以前一直都是只有两席的厢民代表 我参选的那一年是因为 它多了一席它变成三席 那我想说既然席次多了 我想试试看 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是二十几年 都是在西里乡民众服务站服务 然后我认识的人也很多 平常也都是在做服务性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就一染截染的投入了厢民代表的选举 有幸的有荡选就是第三名 比第四名多了四十几张票而已 然后这样一路上来 然后后来四年的厢民代表之后 又逢到我们南口县议演 刚好我们前任的议演17岁 他卸任 他就说要休息了 所以我想说 那我再试试看仙女演 挑战看看 看视野可不可以变大 然后服务的面可不可以增加 所以那时候就在相亲的推荐之下 我就一染截染了 就参与仙女演的选举 那当然在选举当初 因为它的面积太大了 是有一点相当的吃力 然后经过了不断的努力 还有我们相亲的相当的肯定跟支持 有幸就当了第十九届的南口县议演 议员说来云淡风轻 其实我们感觉到议员他是非常热情 然后又有我们布农组的敦厚谦虚 所以他都说很幸运 然后很刚好 然后就有机会 就这样选上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布农组的青年 布农组的族人 其实非常在乎 我们自己人可不可以在南投县议会 有一个发生的机会 能不能在平地比较多 平地的人口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不要忽略了我们原住民的权益 尤其是我们信义乡的布农组 那我们看到议员从政以后 非常积极的 经常都是信义 南投县政府这样奔波 想请教一下 议员在您任内 议员任内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 或者是说您推动的 或者是您去协助的一些政绩 三年多的议员任期经历 那其中我推了很多的事项上工作 那当然有些完成 有些未完成 那比如说我已完成了 就是旺乡 旺乡部落的 喀里波安的分寸案 自从我上任以来就一直在努力这个情况 这很难 因为他们 喀里波安的人民他们已经已经讲了二十几年了 前面的很多乡长跟议员他们也努力过 然后基于限制制法的问题耽误了很久 然后我这一次上任以后 我就把它当作是我所要的要完成的 所以我一直积极四年来 也谢谢我们的民政处吴处长 常常被我在议会上总咨询上 常常被我就是说询问这个事情 所以当然给他相当大的压力 当然他也是在跟县长 然后跟他的主办的人 跟部落乡公所 新立乡民代表会 然后做沟通 然后什么程序怎么走 然后怎么样可以完成它 所以这个的计划我在实施的时候 我就开始先从县公所 还有我们的县民代表 还有我们的喀里波安的部落 我想说你们应该先 弄一些部落会议 让我们有上面的人知道说 你们有这样的意愿 你们有这样的需求 你们想要分出 所以一步一步 然后到了他们提出来到县公所 县公所又会弄到新立乡代表会 他们要通过之后 县公所又弄到我们 我们的县扶 然后我在县扶的部份 那我就在继续追 有幸真的在今年的7月1号 他们已经完成 已经完全的成立了一个 卡里波安的一个村 所以我们现在新立乡本来是14村 现在已经变成15村了 是 好像还有蛮多的 比如说观光啊 观光的推展啊 道路的一些农路啊 的修复啊 整理啊 这三年多以来 透过了一些 也有很多像 恐龙局委员 他也相当的支持我 所以很多的 应该是水保的问题的 属于核酸的问题 是核击的问题 我提出来一件 他会帮我在中央 做一个沉寂 然后转述 当然 已经完成了 有些的部分 当然还有很多 要继续的 希望中央能够给予我们新立乡 更多的资源来改善我们的 新立乡的一些环境 在这里啊 那真的也是感谢啊 我们的恐龙局委员 还有我们的乡公所的配合 因为我们的前日间乡长也相当的忧心 好几次我跟乡长为了某些案件 会跑到立法院去找恐龙局 然后我跟前日间乡长一路上齐 然后前日间会 我们恐龙委员会召集 相关部门的部会在一起讨论 然后解决一些方案 我记得当年为了双龙吊桥 不断的开会 那甚至就是说 怎么样把部落的声音 把乡公所的权益 怎么跟县政府这边做一个搭配 甚至日月坛封管处的一个协助 那好像这部分议员也出很大的力气 当然对于我们双龙村的七彩跳脚这个部分 那当然是我们县长的一段政策 那当然在沟通上跟我们部落的民众有一些差距 那我基于集中在做协调的部分 那当然我是站在民意的这一方 所以很多事情我也是会跟县长建议说 也许要暂缓 也许要慢一点 也许要改变一下我们的经营的方式 让我们双龙部落的人能够接受 那看要怎么样 不要说一意孤行 就是说我出了钱 我当怎么样就该怎么样 这个是对让我们那个双龙部落的居民 我们的乡民相当不满意的这一点 那当然县长有很多的建设 观光建设都做得不错 不过这个双龙这个七彩跳脚 我是觉得它是不算是成功的一个案例 那当然后面它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改善 那就期待我们新的县长 看他们来如何在这个缺陷的这个部分 可以补救 是这个部分我印象很深刻 议员一直觉得 因为双龙吊桥那边 真的是触路上有它限天的限制 那再来我想议员非常极力的争取 就是说今天这个吊桥是要繁荣地方 是要我们怎么样让原住民的文化被看见 那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沿线的 不只是双龙 还包括地利沿线的 大家怎么样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收入 能够有一些多一点的观光的收益 可以加汇我们的原住民 那想再请教一下说 有没有你觉得很困难的部分 就是说 很困难但是你经过不断的沟通 有一点改变了 就是说至少在 呃 县府的方面对于新一厢有什么样的 这几年当中有还有什么样的贡献 那当然这个很多啦 那就在几例那个东浦 呃 东浦那个温泉区的那个部分 呃 3.5亿的这个 有这个呃 中央补助的这个钱 然后由我们县府执行 那当然我们听很多他们的说明 还有他们以后做所建的方式 其实往往跟我们部落的居民 有一些落差 所以我在这边啊 我一直在最后 这次这个定期会啊 我也一直在追悟 我问县府 你们这个东浦 呃 温泉的观光区这边的建设 是结束了吗 还是没有 因为我 我是结的应该没有结束 因为他们的建设没有到彻底 是 让民众结的说呃 呃 有改变 只是说呃 阳杆变了啦 路灯变了啦 道路 佛有心 对对对对 对就是这样子 啊 就想说那当时对我们 布农主的文化的这个部分 呃 他们是不是有尊重我们的传统 还有我们的习惯 那当然因为呃 呃 我一眼我只能说出来 可是执行呢 放还是在县府啊 所以这个也让我觉得有一点困难 有一点挫折感 那当然要接下来我要谈那个啊 就是热热谷的温泉要弄到东浦这个案子 我们的呃 呃 东浦一岭东光的民众他们一直 他们想要的时候 因为他们从以前就没有温泉 可以用哦 就很奇怪 对没有到 就是很奇怪 他们说哎呀 我就说你们不是都是东浦村啊 为什么你们没有 是 刚才他们就低一岭就没有 啊他们临近的呃 呃 温泉量 还有温度 还有都很够的部分 是不是县府能够先拉那个管线 让他们东浦一岭享受 哦 那这个当然要跟当地的居民呃 相当的沟通哦 协调才能做 因为那个纪宴太久了哦 所以他们的心声我知道 他们只想说如果要做就他们东浦一岭用就好 哦 那以后看怎么样再看情形怎么样啊 啊当然这个这个部分的计划 我们林敏仑县长本来有去探康过了 啊后来也是我们民众 我们东东光一岭的民众 他们他们觉得说他们的方式好像是只是为了 温泉区的观光业者 啊只是把温泉路过啊 啊就经过他们部落 然后他们使用可能可能就会受限 所以如果说我们县府以后 要做这样的一个管线的一个接通的话 尊重当地民众 是不是可以让他们知道使用钱 优先钱就是东光部落 不要他们有以利说原来是用来赚钱的 我们全议员呢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也印象很深刻就是在东浦 这个管线要设置之前 还有整个环境要改造之前 跟当地的东浦村的还有观光业者做一个沟通的时候 的确在地的居民会认为 在这个地方的温泉应该大家共享 尤其是这个温泉本来就属于东浦这个地方 原住民他们生活的一个方式 或者他们生活中拥有的资源 那县府要发展观光 其实原住民都是非常乐见的 但是要再能够观光发展跟我们乡亲 布农组这边族民族人的照顾 在一个平衡点的情况之下 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部分呢 议员他尽了非常大的力气 但是相信还有空间 就是说因为第一起的经费 就只能做道路的改善 管线地下化 然后那个温泉的管线重新 重拉重新拉 然后能够 怎么样可以让他美观 道路上美观 然后做一些改建 还不够 所以议员责任重大 那我们想听听看议员 这一路走来 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委屈 因为我也相信 有时候议员他回到部落 部落可能会问说 你当议员都没有替我们说话 怎么宪府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 我们的七彩吊桥那边 其实我们部落 我们双农村的代表 村长 其实也都觉得 这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那东浦一样 就是完工之后 都跟想象不一样 那这个想象不一样 我们就会发现 竹人有时候就会怪议员 那议员到底有没有去沟通 可是我们县府 我们在县府 或在议会看到的是 议员其实很积极很努力 甚至是很用力 那官员们其实都很紧张 也很有压力 可是我们的竹人不知道 不晓得这部分 是不是议员跟我们说明一下 当然这个已经是在任的议员 那当然他们都会看得清清楚 而且他们的标准是定得很高的 所以帮了议员以后 也要战战兢兢 要怎么适度的跟他们沟通 跟他们讲明白说清楚 那当然在议会的部分 我在咨询的部分 也许不是所有的民众 所有的隐约不相亲 会盯着电视看 他们第一次从这个 从甲听到鱼 鱼又听到饼 这样鱼儿传耳 到时候本来不是这样的事情 到最后又变成不一样的事情 那我想我对这种事情 我也不会一一的去解释 因为我真的也没有那么多的精神跟时间 那当然我相信 我们都是信基督教的 我们想说我们在做 有上帝在看 我们不要背对良心 反正你们怎么讲 我是不会放在心上 我只做我觉得我该做的 然后我该做解释的 我会做解释 那在这里也是呼吁我们的乡亲们 能够在一件事情中 如果你们有问题 你们就打电话问我 然后我会一一的给你们解释 为什么会变这样 主力在哪里 然后宪府的态度又在哪里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我会跟你们好好的讲 不是说听了这个假作 又以说什么 又以说什么 就相信 那这个对我们在位的 现任的义也是相当的不公平 因为我们只知道 我们已经被受批评 可是我们也没有时间跟你做解释 所以我们就继续做 拼命做 那当然做事情也不是百分之百 大家都满意 然后我当时做了这四年 我觉得不是做得最好 可是我真的很尽心尽力 那当然很多西尼乡 还有我们 我的险期 一直到西尼一直延伸出来 沿着着学县到南投市 那么多的 原住民的乡亲 支持我起来 那当然我有这个责任 应该要帮你们 做好一些你们的要求 那这么多的人 这四年来 只要四年 那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到 我相信我会继续的 关心我准备要做的一些事情 双龙七彩吊桥这边 真的 我知道原住民 我们的族人希望 你就让我们去开车 因为有一段要接驳 大家都想说你就让我们开 然后我们收费五十一百 你就让我们自己收 然后让我们自己赚钱 那这部分其实因为 我们牵涉到的是 如果这是工部门的 所建造的 他需要这一段路的驾驶 一定要有职业的驾照 那这部分职业的驾照 其实当我们没有的时候 未来发生问题 其实是 要我们 我想记住人 要负担是很辛苦的 所以就是说 光这个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也想要更多的摊贩 也想要更多的 部落的可以把农特产品 把一些原住民的特色 都可以拿来卖 但是 因为它的基地是很 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你就说规划的地方 那到底要卖什么 怎么卖 这部分真的也都还有落差 那我知道主任也都不太高兴 会觉得好像人潮多 我们也赚不到钱 那人潮少 又觉得 我们是不是观光推展不利 怎么会人这么少 那这部分我们都知道 其实议员很努力 但是大家都把所有的 县政府做不到的 全部都怪罪议员 那另外东浦的部分 因为这次营建署 我知道它的经费 其实它是管路的重整 跟道路安全的部分 所以其实 对于族人所希望的管线 温泉管线 可以拉到部落 可以家户 家家户户都有 温泉的管线 而且像自来水一样 打开就有 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那议员也极力的 告诉官员这样的一些需求 但是因为这次的经费 它真的就受限于 它经费的使用 有它专 它真的就专款专用的 所以议员刚刚讲的是对的 就是说 相信的需求 有时候不是第一个工程就结束 所以我们看到议员真的都很 极力在询问我们的官员说 接下来呢 第二期呢 第三期呢 经费来源呢 我觉得这部分是真的 我们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 那想再请教一下议员就是说 你觉得像现在 我们其实信义商有很多农特产品 那销入我们的孟工厂 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销售点 可是感觉还不够 那不晓得议员说 您觉得说 您在连任的时候 你希望怎么样来推销 我们的农特产品 我们的农民他们会积极的改良 农作物 让它能够适合我们新一乡的气候 然后地形或者是地质 让它能够长出来 比别的地方长得更好 那我说几粒 像葡萄 本来是季风葡萄是种部的 后来已经到新一乡 大力推展以后 他们经过我们农民的细心的 就是学习 然后经验的累积 种出了相当有名的新一乡的葡萄 那这个后面当然是有赖我们宣服 还有我们的乡公所 还有农会的在积极的推广 那当然因为一个水果 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 农产品 因为太久了以后 已经十几年二十年在应用 当然现在新的病毒又产生了 然后他们的问题又在接览 又要发生 所以他们积极的又在努力的学习 看能不能克服这些新的病毒 让我们的葡萄能够 就是保持它的品质 让我们的全国 就是我们全国的人都在喜爱使用 那当然我们的农产品不止这些 我是指一个例子 当然我们的新一乡农会 梅子梦工厂 对梅子的还有葡萄的一些 就是说延伸的一些产品 需要酒类或者是煤金之类的东西 当然做的也不错 然后我们民间住户也有在做 那当然平台在新一乡农会 而我是想说 以后如果真的能够连任的话 我想说这个平台应该要喷七亿 因为像我们着水线里 里新一有一段路 所以是不是在新一乡 我们着水线那四个村的部分 也做一个类似的 也可以有农会机器补导 只是说弄一个分 分布 分布的一个部分 类似分布 然后同样的技术人员 同样的在我们新一乡着水线这边 做一些新的产品 新的就是种植的蔬果 看能不能在着水线 比较可以发展的一些农产品 让他们也能够享受我们新一乡的土地 因为我们新一乡有佐雪溪线 还有陈云南溪线 这个土质跟气候都不一样 所以对种植水果 或者是农产品的条件都不一样 那当然我是觉得我们佐雪线 是还落后我们陈云南溪线 那这个部分为了要达成说 我们新一乡能够发展的平均 让大家下面也能够 赚到同样的 享受同样的生活 那当然以后 一定要配合县福或者是相公所 在有欠缺的一些区块 能够再加强的 辅导我们的农民 来生产出一些更精致 更好的一些农产品 那其实刚刚提到真的很重要 就是说 目前我们在陈云南溪线 其实是已经比较 比较稳定了 就是不管是联雾 还有包括一些蔬果 彩礁等等 看起来都还蛮不错的 但是佐水溪线这边 这个沿线四个部落 这部分感觉上就是说 它可能有焚风 然后它有一些 真的先天上的一些限制 但是我们的主人是很聪明的 我们的农会是很有效率的 就是说 这些缺点有时候会变成优点 就是说 只是我们还没找到 适合它的农作物 那如果说 未来议员连任之后 可以想办法 结合农业处来推广 来怎么样 找一些专家学者来研发 然后也在我们佐水溪线 来设个分布 相信一定会创造 一个不一样的新一项 那想再请教一下 就是说 农特产品生产了 可是运输是个问题 那不晓得 议员在这当中 对于过去做的跟未来 您的期待 您如果连任了 你觉得新一项 还有哪些农路 或者哪些道路是 您未来会努力的 当然 我们的新一项的 我们的农民们相当的认真 就一直在做一些耕种 一些高经济的一些 就是说输果 那当然 交通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没有交通 根本都用不出来 所以 所以产销上 就会发生问题 所以在我这一任 我了解之后 我们新一项 原乡的农路 期待改善的 就是要修复的 差不多 应该还有差不多 近百公里 差不多 十公里 当然是在修整的部分 然后新的部分 那当然也是蛮多的了 因为有些新的 因为是政策的问题 在921之前 已经有 就是已经弄成农路 就是最后没有铺成水泥路面的事 因为中央政策改变 他们说已经不 不再做农路了 所以 所以那时候一直停顿 那现在已经经过了二十几年 讨厌之后 应该我们的山里 山上应该也 修养生息应该够了 应该不会再 顾虑到土石流的问题 那我想在上任之后 我也激起的把这些农路 能够继续的让他们开辟 让我们的农民在耕种时候 去或者是产品有成果之后 能够有好的路 安全的路 能够用到下山 让我们全国的民众享用 我们也常常看到议员 做一些法律服务 经常也帮忙寻找资源 那也对于一些比较弱势的 我看议员也都是找社劳处 找所有的处长们 来积极解决一些问题 还包括教育 我看到议员 对于各个学校也非常的照顾 感觉上议员是方方面面的 因为整个信义乡 他就是一个县府 跟乡民最好的一个桥梁 那也看到议员真的很得人缘 那跟所有的县政府的官员们 事实上都有一定的关系 那他对于处长们 对于行政同仁的一些要求 同仁跟处长们也都 几乎会在第一时间 就来协助我们全议员 那感受到议员的好人员 那最后议员有没有什么 要跟相亲们请托 或者是跟大家报告 就是真的要好好来支持一个最好的桥梁 要继续连任 在这里真的很感谢 这次节目当内让我来这边讲 那当然因为选举又到了 那在这里我是希望说 我们的相亲民众能够继续支持我 在我的计划里面还有很多项 有的已经在 已经要规划了 可是还没有完成 有的已经在执行了 也没有完成 有的现在再让我一个四年 我会让他们推展更好 是 而我们议员呢 真的争取了非常多的福利 而且让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 全文财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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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财动算